本土 民主 反共 普羅政治 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6 今個月交了月費 五月初記得幫我報名 5月23至28日去My Radio看現場版 你幫我交多次月費 那就可以一起去 現在已經是月尾了 你交了月費沒有? 未交的話 就請到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 選擇你想支持的節目 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節目月費計劃 好 回到第二節 你看到這個手勢已經開始了 剛才有沒有拍拖去攝影機? 有的 現在回到第二節 這個第二節我們繼續說黎明 大家有沒有黎明的粉絲? 有沒有 我想打給阿蓮 因為阿蓮是黎明的忠實粉絲 看他的樣子不像 看他的樣子 他喜歡唱黎明的歌 對 他說經常在卡拉OK唱黎明的歌 被人咳嗽 是嗎? 那你叫他趕過來 如果他趕過來 我可以給他一個舞台 給他唱 難得有舞台演唱 難得有舞台演場 有觀眾讓他表演唱黎明一次 那不是說黎明的 那就是講講前海那個 那個叫什麼? 食品儲存庫 這個 容許外國這個條例是 等一下 在這個 可以拿這個 前海 不是 前海 就是香港 早前 就和這個 政務司司長就去了深圳 然後就出席這個廣東自貿的自貿區 就是自貿測試區 然後就簽了一些合作協定 那些合作協定 那其中呢 其中呢 其中呢 有一個就是 關於這個 洞出口 那個 洞獄的進出口 那個合作協定 那就是呢 在前海 就去抹一個地方 就是 就是 容許 即不是容許 就是 在廣後 就是香港的 外地洞口 的一些洞獄 就會在 前海 這個地方 就進行 這個儲存 還有這個檢疫 然後才再送來香港 然後又說那些 打造什麼中心 匪羽 打造什麼 那些 什麼 什麼 教育中心 中轉動育營務中心 什麼 中轉動育營務中心 說多次 中轉動育營務中心 又將一個 叫中轉動育營務中心 那樣 那個其實有一個 中港融合式的規劃 這個意思就是說 可能連周邊的地區 這樣 就以 深圳前海這個地方 那就是 所有的肉類 就集中進口 去前海這個地方 然後再經由它 那裡進口 檢疫 然後 再由它分發 那會出現很多很多的問題 那個問題是非常嚴重 第一就是食物安全的問題 你現在不單止是香港人的 新移民的審批權 就交了在深圳那裡 你現在連檢疫的審批權 究竟肉食健不健康 那個審批權都交了在深圳手上 喂 剛剛第一次 或者你昨天 就今天的新聞 鋪天蓋地 都是這樣 喂 中國那塊黃火布本身都會爆炸 那好吧 那這樣 喂 你不用過來 他會拍到你 那這樣 就 真的 謝謝 因為我昨天 牛腦在那裡催我 忘了帶這個 香港文化表紙來 我一間分發給大家 二元神的朋友 但是 分到多少呢 就看看一間最後有多少 二元神的朋友 如果只有你們這樣 你們就要拿很多酒 我講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食品安全的問題 那你是 那本來我們的食品安全 就已經是有問題 本來的食品安全是有問題的 因為 本來我們的肉食 都有一部分 你本身已經是大陸進口 大陸進口來 你本身有問題 那不是全部的 但現在不是 現在是所有的進口的動肉 都是經由它分發的 那這是第一個有問題 好 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好 你所有的進口的肉類 交到這個 這樣的錢袋 那裡的處理分發 然後呢 然後 然後 究竟哪些是 哪些是 哪些是進口動肉 哪些還是你偷龍轉換了 那些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而且你減查不到它 而且又是那些涼秘法規 問題 如果發生了什麼問題 發生了一些 成品安全 或者有任何東西出錯 甚至不會有貪腹的情況出現 那些東西是給我們吃 但我們是監管不了它 我們的法例 監管不了它 你沒有理由 又 那你罰它錢 還是什麼 都死了 好了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 那個也是 以後 你變成了 你所有的進口的這些肉類 你便沒有選擇 你便沒有選擇 就是 你所有都要經過去它那裡 去做檢疫 再做中選分流 等等 那 那是生意問題 那是 你香港便沒有這個生意 其實現在 香港是亞洲冷凍食品的重要消費地和集散地 那相關的店 每年大增的都有10% 但是 如果去了前海之後 那前海就會拿走了 它大概30%左右的營養成本 那之後 如果現在 前海所用的冷藏庫 大概是 只有20%用了 如果簽了這個協議之後 那它的生意額就會提升到80%以上 怎樣提升到80%以上 就是它現在都有一個冷藏庫 在前海那裡 但是它的使用量只不過是20% 那如果簽了這個協議之後 那它的使用量就會上升到80% 那就是它 就是 就是會令前海那個 生意多了 會令前海那個儲存庫 由原本現在只不過用20% 就會接下來就可以用到80% 80% 那對於它前海那個 那樣的 動肉儲存的中心 或者那些 那些硬件 那些食用量 當然就會增加了很多 那也會變成了它那個 它的成本 也就是可以充分地運用到很多 那但是 這個是用香港人 我們每天的 我們每天的生活的所需 那個這樣的 demand 去製造了它們 深圳這個前海 它們的就業和營運的 而這些事情應該是 香港應該自己處理到 無論是監管的問題 檢疫的問題 或者本身這盤生意 都應該是在香港發生的 有什麼理由要把它交給前海做呢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赤裸裸的利益輸送 而我不明白那件事 為什麼可以這樣發生 之所以會發生這樣的事 就是因為這個林鄭 就是香港政府 走上去就和他簽了這樣的協議 這個協議就是 其實在什麼情況下簽名 就什麼都沒有 就忽然之間公佈了 就簽了這樣的 它是由這個深圳檢疫局 和這個食環局去簽署的 是的 這個是其中一個例子 這是其中一個渣乾香港的例子 雖然那件事 你可能本身不太管 吃不吃凍肉的 你覺得都是這樣的 老實說 如果說食品安全的問題 你說影響是不是很巨大 都未敢去下一個半段 因為我不知道 本身可以差到什麼地步 你以為本身很差 會不會再變得更差 有沒有下調的空間 我這個判斷不了 但是在一個營運上面 無論是製造就業 那個生意 和那件事 為什麼要外判 要外判到大陸手上 這件事 是完全沒有考慮到香港人的利益 所謂的利益就是說 我們在用那個收入的來源 就是用我們每人日常所需的東西 然後製造了 無論是創造就業 或者是營商的條件 就將它進貢去大陸 所以說什麼 中國 香港的經濟依賴大陸 是完全是灑氣的 從頭到尾 直至現在 去到今天 你都在炸乾香港的消費力 炸乾香港的財富 炸乾香港的穩定的營商環境 設在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要來進攻它 大陸有什麼不夠 這些賠給它 水買貴一點給它 然後這件事又幫它做貴一點 那件事又幫它開單 連這些 這盤生意 如果包在香港的市場 就夠做了 連這些都要包在它做的 這個是 從頭到尾都是 一直都在用我們香港人的資源 和香港的成本 去進攻這個中國 其中一個很好的例子 這件事是離譜的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 又不會考得大的 又不會考得大的 因為普遍香港人又覺得 就算我講完一大量 你不會覺得那件事很切心 因為我都會覺得 本身的肉都是從大陸來的 有什麼分別呢? 本身吃的肉都是 雞、水、菜、魚 全都在大陸來的 其實是大部分的 其實是大部分的 其實不是全部都是 但是那件事 你會覺得不完全 這個是要直至到 如果要引起回響 或者令大家關注到這件事 你要直至去出問題 直至去出問題 有這麼說 它又一定不會出問題 但它出問題的形式是怎樣 我們就估計不到 因為不知道它怎樣出問題 所以你說這件事 值不值得關注 當然很值得關注 值不值得去做任何行動 這類的議題有多奇怪 就是你做了行動 都沒有辦法 有人理解你做了什麼行動 直至去到一個很奇怪的被告 在這種情況 這些就是很被動的狀況 很被動的狀況 你混有去等它出事 這個也是香港民主運動 一路二路 或者是搞死亡運動 這不是只是民主的問題 或者搞死亡運動 都面對這個問題 就是你很難去解釋給香港人 究竟這件事出了什麼事 雖然這件事對我們來說是簡單的 覺得一聽就不好 但是你要搞的行動 又要獲得香港人支持 你就需要那件事 是令人覺得 那是不是啊 你看一下 明仔不是死了嗎 你要去到這樣的地步 你要去到這樣的地步 才能解釋到 所以有時候 難免你要等明仔真的死了 你才會發生到那件事 但是明仔又不死 你就在這一邊 那件事很黑心 你一定要等明仔死 那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說回來 又歪帶說回來 為什麼這個人去到最後 又是一個主權的問題 如果香港 就是說 你說國與國之間 可不可以簽訂這些合作的協議 不是說不可以 你的條件要談 你可能就是說 他可能地方啊 或者是人手啊 那個這樣的人力資源 那個成本是會低一點的 就是講前海 講深圳 你說是不是不可以這樣做 如果這件事是下條到整體 你那個整個香港的肉食市場 那個消費的價格 那件事可能有權去做 但是講到尾就是 Terms的問題 但是你現在不知道 Terms是怎麼談的 因為你都不知道 你現在是一個 從熟的關係 去跟他談這些 喂 他說要這件事 我拿來做 就是等於大哥說 這條街我看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你一定要先釐清 主權的關係 如果他是對等的主權 的情況下 或者是可以有一個 一個主權與主權之間 他那個貿易交往 有很多人就搞不清楚 不是說所有東西不可以 就算去到中國這些 中國這些這樣的學家 你覺得真的很嚴重 但是 是否完全不可以 跟他做貿易呢 又不是的 就是當你確立了你的主權地位 但是問題就是 你要確立了你的主權地位 你不確立的情況下 你要做這些 表面上似乎是合作的 貿易協議 貿易協定 最後你都是給他找民審的 最後你都會給他找民審 而且找民審了之後 你不能追究 那這就是一個問題 所以到最後 又是回去 又是回去要求大家 支持五區公投全民制宴的問題 就算去到東融也是這樣說 就算去到東融的問題 你也是要回去 這個五區公投全民制宴的公共入手 才可以去做到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一會兒要做一些交場 所以這一節我們就做短一點 我們Break a break 你便退一退去 讓大家知道 休息了一會 我們跟著才回來 這個這樣的 第三節 8BS 2 2 3 3 4